早报看头条先关心的事故 王大立光在昨天公布了 8月份的合併营收 来到64.76亿元 那么由于重要的客户 新机种的尽头出货强劲 带动营收有月增19% 年增18%的幅度 还一举突破了在60亿元的大关 创下的是单月的营收新高 而大立光在前8个月累计的营收 358.38亿元 年增12% 主要的客户苹果 iPhone新机预计会在美国的时间 也就是下个礼拜二来做亮相 而且也是首度搭载三镜头的新机种 加上这个镜头的规模是全面的升级 也有机会能够推升光学镜头的 平均单价持续的成长 大立光在第三季订单能见度虽高 但是美中贸易战的加税之下 也让新款的iPhone销量增添的不确定性 而另外我们看到在邮金的最新焦点 美国在上桌的原油库存是大幅度的下降 提振了在纽约10月份的原油收涨0.04美元 就在前一天大涨之后 最新的收盘涨幅是在0.07% 爆在56.30美元的每桶最新爆炸 布兰特看到11月份的原油 也有收涨0.25美元 这个涨幅是在0.41% 爆在60.95美元的最新情形 回头关心黄金的方面 因为美中确认会在10月份面对面的磋商 加上美国现在经济数据也都优于预期 那么降低避险的需求之下 我们看到纽约在12月份 黄金期货收跌了34.90美元 跌幅稍重来到2.24% 收在最新的1525.50美元的每盎司最新爆炸 以上的财经重点都提供给您了 我是王孟平 也祝您有美好的一天